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怎樣 你今天看我 是不是很像仙女 你幹嘛這樣子愛殺戴戴戴 要唱歌仔戲去社交館好不好 社交館幹嘛啦 你幹嘛每次開場都安生探戴 你表演一下 升旗白馬過三冠 我沒有想看 不是嘛 我覺得真的是 我老婆每天晚上 她就在那邊滑手機 就在那邊團購 買一堆團購美食 弄到家裡面堆的到處都是冰箱 也是裝不下了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是嘛 家阿部每天晚上滑手機 然後弄一些團購 她就要面對你 就要跟你聊天 更何況你知道嗎 她就是用心良苦啊 怎麼了嗎 因為羅馬也不是一天造成 她就是怕你餓嘛 怕我餓 對啊 對啊 那可以有別的選擇啊 例如說 她可以選擇我 像我那麼美味又可口 可是沒有人想團購你啊 欸 不能這樣講喔 怎樣 團購我買一送一 買我送杜力 好重量喔 太重量了 是不是 你們每天到底在那邊 團購一些什麼東西 有那麼重要 有那麼便宜嗎 怎麼樣 很多辦公室的那個 女生都在團購耶 你現在是說她們怎麼樣 她們真的好可愛喔 不是 不是 這個意義到底是什麼 到底有些東西真的這麼好吃嗎 如果這麼好吃的話 就拿來節目上面推薦嘛 而且你還 教兵 你嘴巴在吃什麼團購的喉糖 團購喉糖 這是我一來的時候 甄莉姐就猜到我 她說這個也是團購的 叫我們要買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好不好吃 團購就是這樣子 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而且團購一下來 那個價錢就有差 好 那你們今天就給我講一點 好東西出來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美食雷達 想吃好吃的 問他就對了 我們的藝倫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剛剛對面呢 別人買啥 他就買啥 沒事就愛亂跟風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全民瘋團購 這些美食再不強 就買不到了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來告訴你 究竟哪些團購美食 最能成功擄獲外國人的心呢 你現在要唸個繞口令 我看你喉糖什麼時候會噴出來 其實還滿好吃的 我覺得這就是每一次 介紹這種美食 大家都非常喜歡 真的 大家就想要吃點小零食 安慰安慰自己的心靈 是 所以今天行男們 大推一些網路的團購 美食 沒想到我們的行男也在團購 你看他們平常多鹹就好 對啊 所以製作單位也還有特別 我們今天有個特別版 除了行男們推薦的這些網路 團購美食之外 我們還把這些團購美食 拿去街坊之外 還把它丟到網路上面 讓網友來評分 對 就讓他們知道 就製作單位終於醒了 不應該再聽行男的鬼話 對 就讓我們知道說 究竟我們網友們 跟這個行男們 就是街坊的這些老愛們 口味到底不一樣 好的 對 但我們離上往來 我們先聽聽街坊的老愛怎麼說 我們先來看第四名好了 好的 第四名 那就是 密 至 辣 餵 鴨掌 鴨掌 他們敢吃嗎 看一下 比一下 很有咬勁 口味有點辣辣的 辣辣的是好還是不好 我是喜歡辣 這不是很普遍的 但它還不錯 不像不普遍的 但我仍然喜歡 咬起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可是他還是喜歡這種感覺 它有點脆的 太酸了 非常喜歡我們的口感 看我們的口味 味道很不錯 有點咬爛 這不是我自己嘗試吃的 但如果是在桌上或什麼 我一定會得到 他覺得那個 扯感就是很有嚼勁 很脆脆的感覺 很辣辣 然後算算的 他覺得還滿不錯 哦 這個密 至 辣 餵 鴨掌 是江勳介紹的 對 我推薦的 因為我們韓國人 都會吃雞腳嘛 除了辣的東西以外 你會推薦別的嗎 我只會推薦辣的 不好意思 因為韓國人也喜歡吃雞腳嘛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吃鴨掌 鴨腳 但是之前吃了這個之後 這是我第一次吃過鴨腳 鴨腳的第一次 然後沒有想過是這麼好吃 大家可以吃吃看 對 可以吃吃看 因為這個之前 就是我朋友推薦我之後 我本來是想過 鴨腳怎麼吃 因為我滿腦子 就是有鴨腳的那個畫面 因為鴨腳就是講這樣嘛 就是這樣嘛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關頭 你的美術課是在哪裡學 在韓國學 對 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反正是我以為 罐頭裡面就是這個整塊 就放在那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可以吃 但是一打開罐頭 其實完全看不出來 那是鴨腳 然後我就吃了之後 那個很像雞軟骨的感覺 那個就是那個 脆脆的 有嚼勁 很像黃金泡菜的那種感覺 對 真的嗎 而且脆脆的味道 你覺得好吃嗎 孫翠鳳老師 我覺得 我哭下去的感覺 還不錯耶 脆脆的好好吃 對 而且這個有一點辣辣的味道 而且不是白白的 因為我就很怕那種 鴨腳 台灣的鴨腳就是白白的 就是有一點黑半嘛 然後就看了之後就不敢吃 但這個我完全看不出來 它的原本的樣子 這個排行榜上的第四名 是街榜的 是 很湊巧的 我們放在網路上面 網友投票也是第四名 對啊 所以就是大概 就是大概是這個名次 這個大概就是台灣人 跟老外都滿喜歡的味道 對 因為這 我會認識它 是因為余皓蘭推薦的 你說這個雞的本 鴨的本 對 對 鴨長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覺得它很好 就是它可以直接乾吃 就是你不用搭配其他東西 譬如說晚上你有一點肚子餓 可能在喝點小酒的時候 它就可以當下酒菜 這個很 而且不會太鹹 對 然後再這樣 它的小黃瓜跟泡菜 都非常地入味 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它還有小黃瓜 它裡面有小黃瓜 有 裡面也有醃製的小黃瓜 那當然主角還是鴨長 但是這個 這個廠商最近又出了 我最愛的東西 是什麼 泡菜 黃金泡菜 而且更搭配黃金泡菜更好吃 台灣的泡菜你吃的習慣 超級 只要說泡菜我都喜歡 對 好會說 真的 Danny 你有吃嗎 我有吃 我跟你講 因為我巴西那邊 我阿嬤 那你怎麼嘴唇在反白 我之前阿嬤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吃雞腳 我之前從下課之後回家 阿嬤做一大鍋都是雞腳 都給我吃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吃碗了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喜歡 那一來台灣的時候 所以就是一個沒有家庭觀念的人 就這樣 有啊 因為好吃嘛 很不知聞 好吃 然後就來台灣的時候 我朋友有帶我去吃鴨腳 鴨腳 對 鴨腳 然後我開始吃 我覺得哇 真的很特別 而且它的味道跟雞腳 是稍微不一樣 還有 有一點點辣辣的 我覺得太棒了 太厲害了 真的很好吃 但是它是 我在台灣是第一次吃到的 你不會怕這個東西喔 我不會怕啊 我之前真的是 我阿嬤就幫我做 我把這個一陣 所有的全部吃完了 是 真的很好吃 真的太好 有空打電話給阿嬤 這肚子呢 這個是我第一次吃鴨腳 我覺得這個還蠻特別 雖然我沒有很愛吃這種 有軟骨的那一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的醬很特別 對 也夠嗆 所以就變成你吃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你就是吃軟骨而已 它就是有那個醬的味道 我覺得蔣迅講到了重點 因為它不是看起來像膠 它就是不會有反感 因為其實我比較怕這種的 不要給我看 謝謝 就是我 它畫的美術圖你會怕嗎 沒有 也會怕 尤其是這個鴨 我不讓就坐過來 我就看不懂它是畫什麼 我就特別問這是什麼東西 沒有 因為它就是 真的不像膠一般的膠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想這個問題 其實滿好吃的 也不會有反感 我覺得鴨腳也可以加 很特別是夾在湯裡面 對 湯 有湯 然後很多鴨膠 真的也可以吃 我覺得非常 可是湯裡面 它就會顯白 就會有它圓形出來 不會怕 你不會怕 不怕 其他人可能就不行了 對 因為從小我也是 因為我對這種東西 以前都不敢 然後我後來開始吃 是先吃那個 我們很有名的 一個麻辣火鍋店的雞腳 然後我才發現 天哪 這東西是 超好 對 可是我從小都不敢 然後我覺得這家最厲害 就是講到 它看不到那個形狀 那個形狀 所以吃起來 而且它那個脆度 你會覺得就是 剛剛正義姐講的 就是下酒 或是你任何變成冷盤 對 任何餐點的時候 一開始的頭盤 就很棒 這味道應該是 很大眾化可以聽到 對 因為它配到 我們台灣的那種泡菜 節目有一個很難搞的造群 他很少有喜歡的東西 不是 因為我真的不敢吃家長 但是我為了節目 我剛才咬了一口 然後因為我是很怕軟軟的口感 但是因為它是脆的 它是脆的 對 所以我可以接受 你咬了一口有七孔流血嗎 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反正就是它是脆的 到底吃什麼會七孔流血 你告訴我 一撞吼 很神奇 所以你覺得OK 對 很好吃 然後它的辣度也剛好 所以我喜歡 這個賣回新加坡 他喜歡耶 這賣回新加坡會賣嗎 應該會吧 因為我們愛吃辣 所以如果要在新加坡 可能要再辣一點點 我覺得啦 而且天氣熱的時候 這塊好適合 開胃 是 就還不錯 還滿健康 因為它的腳趾跟 膠原蛋白應該滿好的 所以杜莉現在到這個年紀 可以多吃一年了 膠原蛋白 所以要看起來 這東西什麼意思 可是杜莉現在看起來 杜莉現在看起來 就是滿滿的一顆膠原蛋白 對啦 對啦 很Q 很Q彈啊 新早版 Friends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新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好吃啊 我也有 8 9 2 3 4 5 5 6 6